闪婚嫁给周润发 成为替身文学女配角 这是与安安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 1982年年底 周润发服毒自杀的消息 火速登上报纸头条 据港媒报道 周润发之所以做出极端行为 是为了逼迫前女友陈玉莲复合 只不过 即便周润发已死相逼 陈玉莲也丝毫不为所动 本以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 周润发会变得释然 万万没想到 他的发疯人生才刚刚开始 服毒风波过后两个月 周润发在全港人民的围观下 迎娶了亚氏当家花旦余安 婚礼当天 TVB采取全程直播 肥猫郑泽是当司机 天王刘德华当伴郎 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对此 向来爱搞事情的港媒 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同事情场失忆课 一时冲动第一萌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两人的结合 更像是失恋者联盟 那年 于安安23岁 他岂时知道周润发 为什么突然向他求婚 只是比试他拍戏拍得很累了 结束了和尔东生八年的坚持 于安安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他是一个缺乏亲情的人 一直渴望完美的家庭 周润发是全香港女人 心目中的男神 尽管于安安知道周润发爱的可能不是自己 但是 在那个瞬间 他想 好有感觉 不如赌一把落 九个月后 他两次被周润发赶出家门 站在人潮汹涌的街头 于安安醒觉这一次读书了 他主动提出离婚 周润发欣然同意 好啊 仅仅一年 于安安就成为失婚女子 于安安出生了一家庭 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十四岁那年 于安安和同学尔东生悄悄谈起了恋爱 为了每天都能和于安安贴贴 尔东生甚至拒绝了父母给他安排的留学计划 1977年 这对小情侣前后脚进入少世影业 两人戏里戏外填后众人 被观众称为金童玉女 都认为他们的关系会从饮品走到现实 顺利地走入婚姻的殿堂 一个是当红小生 一个是当红花旦 简直是天作之和 于安安和当时最红的武侠男明星郑少秋 徐少强 江大卫 狄龙等都有过合作 说他是武侠一姐 也不过分 虽然是当红明星 但是于安安的内心深处 还是想做个普通人 结婚嫁人 然后相扶教子 他也多次向尔东升表达了这种想法 而尔东升一直没有答复 于安安生活在离异家庭 却对婚姻充满着憧憬 尔东升生活在重组家庭 却对婚姻充满着怀疑 后来尔东升对于安安说 我对婚姻制度不抗拒 但那个誓词有问题 两个人发誓一生一世 根本未必能做到 应该改为我尽能力去做 尔东升对待婚姻的态度 让于安安伤透了心 1981年 这段长达八年的爱情 长跑遗憾画上句号 分手后 于安安经历了两年的感情空窗期 直到周润发的出现 如果要用一个词 总结于安安的闪魂感想 那就是心动 但当时的于安安 怎么也想不到 他只是周润发用来报复陈玉莲的工具 周润发对前妻于安安 到底有多残暴 才会让现任妻子 都忍不住为他打抱不平 1984年 于安安正式宣布和周润发离婚 回忆这段为期九个月的短暂婚姻 于安安心有余祭道 他曾被周润发赶出家门两次 而他之所以被扫地出门 仅仅是因为没有给到周润发安全感 婚后周润发给于安安立下了多条家柜 比如出门主动报备行踪 又比如拒绝拍摄亲密戏份 最夸张的是 作为一个时常需要面对镜头的艺人 于安安甚至不被允许化妆打扮买新衣 总之 在周润发的强势打压下 于安安一度患上抑郁 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对于周润发的变态战有欲 于安安将其解释为缺乏安全感 只不过 在我看来 于安安更像周润发的情绪垃圾桶 1983年 周润发和女友陈玉莲分手 对于两人分手的原因 外界流传最广的版本 莫过于周母棒打鸳鸯 大孝子周润发既不敢忤逆母亲 又拖拖拉拉不愿分手 最终导致自己单方面被甩 也正因此 他才会闹出服药自杀的新闻 而在周润发一颗二挠三上吊期间 陈玉莲通过肥姐沈殿侠的介绍 认识了美国华裔商人陈超武 陈玉莲在节新欢的消息传出后 狗仔将周润发团团围住 逼问他被甩后的感想 也许是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两个月后 周润发求婚新剧搭档于安安 两人仓促举办婚礼 如今看来 周润发更像是将于安安当成了陈玉莲的替身 恨不能将他锁在家中 仅供自己观赏 这段报复是婚姻背后没有爱情 也没有浪漫 华丽的婚礼过后 只剩下互相挑剔的日常 于安安在媒体面前大哭 埋怨周润发的种种行为 周润发嫌弃于安安胎小气 和他在一起每分钟都度日如年 1984年 两人的婚姻也到头了 结婚仅仅九个月便宣布离婚 多年后 周润发主动提及和于安安的这段婚姻 并为自己的种种行为做出道歉 而一旁的发嫂陈惠莲则负荷道 我也觉得我老公对他不住 离婚后 周润发的事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还有一个迎评情侣郑玉 两人合作多部影视剧 就在周润发结婚那一年 两人合作了一部花城 电影中有一段长镜头的经典吻戏 而于安安却在离婚后 再次陷入抑郁之中 他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拍戏 一直在家养病 这时的尔东生已经学成归来 顺利转型成为导演 只不过他已经有了新的女友 几年后 于安安才遇到新的恋情 追求她的是一个富二代 名叫李万琪 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 家境非常英识 1987年 于安安和李万琪结婚 对于两人的结合 外界评价为童话婚姻 婚后于安安全面吸引 专心在家相扶教子 将生活过程化 在这段长达15年的婚姻里 于安安陆续生下两个女儿 夫妻恩爱 生活安逸 在外 她是光鲜亮丽的李太太 陪同先生在各种社交场合应酬 在家里 她是慈爱的母亲 带着孩子们玩游戏 做功课 于安安的美貌贤惠 深受李家上下的喜爱和赞叹 此时的于安安 拥有了自己一直渴求的婚姻和家庭 内心喜悦且满足 然而 完美的婚姻只存在于童话中 于安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会再一次遭受到婚姻情感带来的暴击 2002年 李万琪遭遇金融危机 正式宣布破产 为了帮助丈夫东山再起 于安安宣布付出 只要有戏拍 哪怕是给小辈当相边配角 她也毫无怨言 令人心寒的是 于安安的不离不弃 换来的却是丈夫漫天飞舞的花边新闻 不仅如此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李万琪还恬不止耻说道 我破产但快乐 事实上 所有人都知道 李万琪之所以快乐 是因为于安安冲在前方养家 2003年 于安安果断结束这段16年的婚姻 她强调 自己离婚的原因只有一个 对方做了女人最不能忍受的事 离婚后 于安安没有索要一分钱抚养费 她只争取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时 于安安43岁 她用了20多年的时间 顿悟到爱情和婚姻 都是不靠谱的存在 幸好 她还有两个女儿 还会演戏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于安安决定重返娱乐圈拍戏 然而 离开多年的她 青春不在 人气全无 此时的娱乐圈 早已没有了她的位置 幸好她情商高 长袖善舞 过去节交下的富豪 与圈内就有 都愿意出手帮她 而于安安自己也足够努力 她抓住机会 不管是电影电视剧 还是舞台剧 只有游戏可拍 她都不挑剔 曾经的一线花旦 从最小的角色演起 甘愿为年轻艺人作配 2006年 于安安在电影《我要成名》中 饰演获思艳的经纪人琪琪 这个角色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 并得到了金像奖最佳女配的提名 可惜最后未能获此殊荣 2010年 演技精湛的于安安重回巅峰 凭借《非杀风中转》这部戏 终于捧回了金像奖最佳女配的奖杯 颁奖礼上 51岁的她泪流满面 几度哽咽 近30年来 于安安失去了爱情 失去了婚姻 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和羞辱 索性 事业和忠实的影迷 始终不曾辜负于她 而为了陪伴两个女儿长大 于安安感情长年处于停摆状态 直到2012年才被爆出新恋情 2012年 于安安被爆母子恋 男友小她22岁 是地产界小职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 男生不仅将于安安哄得心花怒放 还得到了她两个女儿的认可 对于这段新恋情 于安安毫不避讳 她表示 年龄不是问题 她更看重对方的人品 同时于安安还强调 自己不排除会再次闪婚 回顾于安安的感情史 虽然曾经历过两段不愉快的婚姻 但她处理感情的麻利劲 却值得无数女生借鉴 对过往那段婚姻 于安安更是拿得起 放得下 过60岁生日时 于安安还退意邀请周润发参加 两人像一对老朋友般谈笑风声 侃侃而谈 一切恩怨情仇 皆以烟消云散 回首往事 于安安可以坦然地说一句 平身从未负他人 历经三段情伤 却不称不恨 拥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 或许 这才是于安安拥抱青春的终极秘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